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天天醒你选股贴士 还会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 开户立本 华禁二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今天市场五口 越升越多 现在升515点 报28903点 其实破了昨天的高位 也是升穿了20天 我之前说下降通道 现在已经升穿了 287-288点 其实已经升穿了 现在更加是如无意外 其实收市已经齐穿了 成交都不算相当小 有1625亿 我记得也会有些担心 会不会是因为杀红 其实放几个价 一定会有一些 究竟放完价回来会怎样 尤其今晚美股是怎样 不过我觉得如果你略为加少少仓 都是可以 如果本身不是太多货 成交榜上很多股份 看到大家在问好没有追 其实很多股份都出现一个突破了 现在成交榜上 因为只是升超过5%的那些 都已经是有很多股份 是 如果听到刚才那些股份 其实都知道是一些 是有很多股份 市场气氛恢复 尤其是心动 当然心动今天是有消息的 因为有人增持它的股份 而增持它的其实就是 那个叫做Bilibili 所以两只一起升 是的 这些你当是个别原因 但是你听到刚才所说的 斯摩尔 若铭 比亚迪 美团 腾讯 美团升一成 腾讯升6.8% 其实你都要知道 那些资金又再去拥抱它们 那当然 我想唯一一个叫做不确定性 就是长假期 但是就确实 就是我都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知识我不担心 韩国的基金爆煲我不担心 全部东西其实都已经priced inside 接着就是科技和生物科技的跌浪反弹 成交不需要去question 红正亦都不需要去question 因为永远拿这些东西出来去想 其实就什么都做不到 是的 我觉得想就不要想 就是你可以 这个一定是考虑之一 是的 是的 我就觉得始终 因为如果你说破位 那指数是突破 已经是一个好弹分界是破了 霸道说疯狂入货追回两个月的损失 非常之亢奋 我就觉得你不是一次过 这样来all in 你的风险就低一点 我觉得加少少了 合理的 还有很多股份是出现一个破位的 破位的话你可以量度到哪些位置 你应付得来的 其实你便已经可以追 当然还要逐个股份去看 恒生指数我自己看 都是29,100 当然我其实现在只有200 但你难保升穿29,100 之后又可以去看301 因为这些数字 就整天都说出来 好像念口网那样念 282就很重要 291就站稳看301 但它正正就是因为 它都长期都还是徘徊在这些水平 所以就先看301 科指很厉害的 8,400收复 因为现在已经是确认 去8,500楼上 8,562 科指升了4% 所以都是看9360 所以就 但就真的是 就是叫做享受 但就不要想那么多 来一下 这样就照做着 是的 现在可以看看 都很多股份 其实有些消息 或者 和一些大行都是 市好翻 都出来唱好下 很多的一些科技股份 比如就看到刚刚 看到怡卡 其实怡卡本身 已经即后是说 获利昂唱好 其实业绩本身不差 现在升了11% 报59.4 不过虽然说 业绩也好 今天可以进入客户 但是 进入这种来说 虽然看到 市场资金上的风险 为立是提高了 但这种我都觉得 还是比较高风险的情况 当然 你短期有一旦 因为它的位置 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参考 你短期一旦 可能都是看到66.75 但是 我想这个就暂时 未必选择这一只 可以选择其他 看图表就很弱势 因为你已经是跌穿了 有个双顶的颈线 而且也有一定的距离 现时你看上去 就是66.75那些位置 碰颈线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 又确实当市场有些气氛的时候 有部分人总是会向难道挑战 就会立刻想 其实我也会这样想 不过稍后再做不做 就大家自己的衡量 就是一知道市场一颠 就立刻想 究竟哪些股份是最颠 这些是最颠的了 是的 那就是这一只 还有之前而已 你其实立刻回带 那么回就行了 那时候哪些最颠 那就是9911呎紫城 你看看今天升多少 它今天是升多少 我刚才也看过 现在最新升14 接着还有什么最颠 其实心动我觉得也是 心动也是 美图 不是美团 是美图 这些又是颠 那时候我曾经说 那些九流的科技股 那就是 当人们觉得市底 现在还好可以衬托 一些人的贪钱心理出来的时候 这些股就会炒上 当然不是和大家推介 只不过就是说 那用这个脈絡去思考的话 你就会数出了一堆股份出来 他们今天就炒 嗯 就是2400就最厉害了 但是其实如果这些 升得那么颠的类型 那我一般都不会 不会建议入的了 就真的当日是day trade 还有它虽然升得多 但是它之前是跌了很多 那已经去到60元边的 这些阻力位 今天都去到59元 四英子步了 那都是不用入住了 那就是 是的 它就可能会再升的 不过真是不入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的中局给大家 这些始终都是高风险的 还数下其他的升幅 比较多一点点 那就是不静止科技了 科技是刚才所说的 9911赤子城就升一成半 JS环球生活 今天都很厉害的 那这只也是破顶的东西来的 所以你看到Beyond在闻着 今天原来升了18 那就破历史顶位了 还有的 还有其他那些叫做 明远云今天都13 瓦迪的电单车 即是电的单车 今天都在升一成二 瓦迪其实升一成二 就未算破位了 还有Beyond那两只 心动和JS环球 两只升得太厉害了 升接近两成 我会觉得你入市的风险很大 如果 譬如入市的风险很大 如果入市的风险 万一如果放假回来 就算市回都没那么恐怖 如果你买这些 已经升了两成 真的 如果你假设Touch route 要回吐今天的升幅 那这些就很麻烦了 那我就不会升两成 这样去追的 雅迪其实都是升得多 但又未有突破 如果车股的话 今天见到比雅迪 算是未很突破 那么低位起动 算是177 现在就站住了 都是最近的座 反而这场戏 就出现业绩之后 昨天是好业绩带 因为过市不走 那么冲高都回落 现在其实又开始站上来了 这里看着那个位置 就是23.65 现在23.75 其实算是站在 但站在了几格 我就未必会立即进入 可以看到日线 车股今天也不算是很突破 这只截着长戏 看起来比亚迪 比亚迪 其实也没有 这些价格 说真的过去五日以来 都有这些价格 这些价格时段 恒生指数就升551点 真是厉害 28,929点 成交1,699亿 今天可能都有 有没有机会 1,7,1,8 我们去到广告之后解答问题 回来节目时间 看看YouTube上的留言 我看到我们的留言欄里面 有贵宾 Art Invest 都看我们的直播 是 会听中文 是 可能有个香港的代表 很厉害 他说今天入了美团 果然也是紧跟契妈的节奏 契妈的太空ETF也入美团 他也入美团 美团呢 今天就是 因为之前就说看302元 跳进了线 今天一开 其实已经上了来 升势相当之强劲 现在就竞价 升成9% 也都是一举 就冲破了10天线和20天线 之前就说一顶低一顶 其实他就最近的阻力 都未可以说正式突破到 但因为很远 所以你现在暂时可以先看这一关线 就是355元 又是如果用这一浪的底 278元做止蚀位 有这么大枝阳烛 基本都可以确定 扭上来 希望可以走远一点 上面跟大家报报 今天恒生指数的贡献 升幅 大家触摸一下 感觉究竟在升上什么 因而对市场应该要有多些信心 今天美团升了9个百分点 贡献137点 第二是若铭 升了8个百分点 贡献66点 第三是腾讯 美团 腾讯 若铭 全部都是恒指 又是科指 所以我想 很帮得受 好像贯彻刚才所说的 现在市场也不要觉得它虚 因为那些大型的重磅股 今天真的贡献很多 是的 如果说说除了重磅升之外 有些比较风险股 就升得厉害 App Invest还说 入了富昌 快可以买到第一部Dream Card行持 他还说没有风险 不知道是不是入了恒大 1708的股票 都即是快要入价 因为别人年底 今天又升6 年底是市产 明年两产 你存好钱差不多了 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 可以买到 今天又是 市好风险会高的时候 立了两天 已经又升了 被官媒批评完 立了两天 现在就蛋花上来了 真是超级强劲 现在基本上 你又可以进一步推高 指赚指舌位 在56.65%做指舌位 如果你今天进入的话 第一站就先看63元 接着就再看上去 看货顶 跟着 跟大家看看那些 豪岛收益 中午出现 还没更新 3月份 因为今天1号 豪岛的收益 按年升了5.8% 去到83亿澳门元 当然 符合市场 对于逐步恢复 逐步景气的预期 虽然不算对于股价来说 很刺激 但整体都 起码没有因此下跌 跟大家跟进一只1928 金沙 今天其实 他在午餐时 其实他没有反应 仍然在升跌 徘徊 若莫跌1个百分点左右 但美市都 可能 仍然在市场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 作为一只蓝筹的赌股 都跟一跟 4.7亿的成交 就挨近低下收的 39.1号半 图表上 其实他这浪 我都是觉得 没有令我失望 站得很稳 还有之前那个 所谓复必泰事件 借势 裂口下去 那天都叫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那天订货 今天又没有了 所以照着 我都看要破坏近来的顶 市场的焦点未必是他 因为可能又会再留到科技 医药 但在组合里面 强势板块强势股 都是一个炒复苏 现在一个主题概念股 接着看看 有些科技股 都挺多人喜欢 1024 拜首 Jaylin就说可不可以入 其实这个就相对 没有那么强 而且你看到他出现的业绩 就真的不是特别亮丽 接着还要有传 字字跳动上市 不过就看你怎样演绎 你可以说 现在有字字跳 有抖音 去分拆抖音 有抖音 可能有人买抖音 不选择他 又可以刺激整个 短视频股份的市场 都不定 我其实如果今天要买 未必选择这一款 不过 你可以放短线一点 你转身快的 可以试 先看321.4 在第一关的阻力位 暂时都是看短线 你就灵活转身 放253元做指示位 跟着1658元低收 又这么说银行 你今天市场都不在你 根本就炒了一些 所谓之前高估值刹跌那些东西 那时候就避免去银行 抗埋高知识 现在都叫做 少少风水轮流转 你都要捱一捱 你说它非常欲酥吗 上方确实是横行了一段时间 它现在下跌的话 令人担心会不会达一些 但是你拿来人中长线 没有什么看法 短线就应该没什么厉害 刚才看到他们说派息少了 还有有位观众说 好没有买呢 如果你今天都破了高位的滑行底 其实如果你还没进去 可以去等一等先 虽然你说值得买 只要拿这些都值得 但是可以等下 反正它都开始跌 而资金有些轮动的情况的话 再看一只1478 阿森1478 有少量货15.3 可否再加上 现在16.28 可以今天其实破位 16元企稳了 可以加一点 继续看 比较有个商顶 1、2月的时候 先看18元 至于是位置就放在14.2 根据2338 违柴 最近都不是这么炒 头肩顶都挺紧要 一个头两个肩膀 昨天穿颈线 今天没有表现 可能要下17个半 附近的前横行区 看淡一点 10天、20天线 这几个星期 都是失败50天线 黎 不知道你 19.5号 8有货 说实说 它今天算差一点 其实是一个 今天这样的事来说 你这位 其实老实说 又是一句 斩都可能 不是伤很多 但是情况是因为 穿了头肩顶顶线 就算真是让你磨 这个价格 磨多两天 其他东西已经在弹 有时我会宁愿换马 如果 握着那些 又不是那么顺利 可能不换下 可能有更加好的回报 接着 3898 Y就说 好不好买 没有货的中车时代电器 这款又是 在市场淡化的时候 它真的算是比较差的一款 昨天穿了30.3毫半 今天反弹 即是反弹到阻力位 暂时止一步 这些就 不是那么直拨 好 接着就看 1209 被大行唱衰 连续三音 塞到颈线位 当然 短线就 异一点 颈线位置 就在报 46.6 穿了 你可以当它突破失败 我觉得不一定要走 如果你说穿最近 这个支持位42 就必走 到时怕双顶颈线 如果你有心捱的话 当然物管这个版块是好东西 是的 这个也是物管里头的好东西 我觉得 你看捱不捱 捱的话 我都会支持你 看42 看42 不可以失败 是 好 接着白狼就说 6690 其实就想入 但是这么多假期 今天就不断上 好像2月那次 结果都是等下 我觉得6690 单看这只来说 其实是可以入的 今天就正式突破 32.3 其实今天是突破了 如果你最短线 就可以用破位来做止蚀位 其实再不是 下面还有箱底 28.8 但是就看回你自己的仓位 如果你又不是很少货 已经有些货在手 又不想持有那么多货 那都要考虑假期的因素 就是看回你自己本身 多不多货 好了 接着再回答一条 有个人问 很冷门 我看到最近有动动 不过真的 想不到有人有兴趣 新华文轩 他说5元有货 继续上网多少 这只纯粹是叫做 可能短炒 投机一点 向上的话 因为最近这些线位 真的做得都挺漂亮 今天打个和 5.3、6元起跌 向上先看着 大概5.5元那些位置 曾几何时 在5.54元 上年7月就顶尾 再上重仓 就可能 去到 挨近5.8 5.5 5.8 向上 砌头都挺好的 不过真的 不会有什么人炒到 比较难换 没错 Francis 就说是1919 5后 还值得入 这几天也有看他 也是值得入 因为昨天出了业绩 业绩就挺好的 出完业绩之后 他就低位到V弹上来 今天又破位 突破10.3 回到小小姐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这个前几天 3月29日 这些少的支持位 就是9.3 用这个位来做个指涉 然后上网 都是看破定 看11.1号8号 好了 现在4点15分 恒生指数有个好消息 是售地鞋全日最高点 升足560 去到28,938点 成交真的有1,700美 1,782亿 应该是算是配合成交 小之中也有点多 方家了 我们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祝大家 下星期三点 回来再赚钱 下星期再见 拜拜